其实我们就固定开会 感觉到大家都很投入 大谈创立直来后的规划 黑人陈建州成立P-League 让他被球迷称为是台兰国富 日前联盟球星杨敬敏爆出桃色绯闻 他还感慨地说 要珍惜这得来不易的舞台 没想到才短短8天 换他被艺人大牙指控 曾经性骚扰 本来可以紧如 直的OK 但突然来一个玩不行 陈建州先入性骚风波 重创联盟形象 但P-League发声明力挺 强调目前陈建州的执行长 位置不会变动 不过陈建州出道至今 早已出现许多争议 什么都没有感动 他还是 他根本不用在管前面 你看到我 2019年陈建州 PO出体验自动驾驶的影片 过程中驾驶不但双手 放开方向盘 还大吃牛肉面引发批评 随后他也被交通队通知 盗案说明 另外2021年东京奥运期间 被网友抓包 用盗版机上和安博盒子看比赛 一开始不承认 之后才认错道歉 然而陈建州最争议的 莫过于公益T-shirt 靠T-shirt 然后中保私囊 在这从中获得一些利益 那对我来讲呢 是非常非常人格的侮辱和践踏 陈建州2010年推出公益潮题 Love Live 一键售价580元 却被周刊爆料只捐100块 遭质疑 金流不明 当时陈建州也大动作开记者会澄清 只是黑人争议多 妻子范伟奇也不输他 并不是说念了Harvard就是最最厉害 最棒怎么样 范伟奇顶着哈佛高材生的光环出道 不料却被爆出只是哈佛进修学院 被网友质疑学历造假 让他在2019年才赶紧澄清 还有2020年疫情刚爆发时 台湾禁止口罩出口 范伟奇却在私人脸书大骂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是狗官 最后他也发文致歉 黑范这对演艺圈夫妻党 出道以来争议始终爆不完 华语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